想不到这个实习生还挺有觉悟的 有些的确是我之前交给他的 没想到他真的又在公关文上了 我们主编让他回去修改 他还拿出我之前告诉他的新闻精神 拒绝了他 我们主编现在可头疼了 你这个实习生确实挺有意思的 这就夸起来了 也不见你平时夸夸我 是啊 他的眼光和审美也在线 最近他还特别有上进心 经常去采打听郁教授的课 这郁教授的课可是一座难求 他为了要听郁教授的课 那可是风雨无阻 我之前也听过几堂郁教授的课 听完真是欲罢不能 他真的好会讲 如果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郁教授这样 又帅又有趣的金融老师 那我肯定学金融去了 那财经新闻戒 也将会失去一颗冉冉上身的星星 是吗 这就吃上玉油的醋了 珊珊说得对 男人就喜欢得不到的 要征服的 不能更是了 算起来 算起来 郁教授比你还要大三岁呢 但我见过他几次 他本人看着好像比你年轻一些 性格也更开朗一些 我之前都忘了 郁教授在我们前可出名了 听说他连跳两极 我上初中的时候 他都已经上大学了 后来又继续开挂 在哈佛全奖毕业 又去剑桥拿了个双学尾 SCI论文不断 听说他还特别喜欢运动 天啊 像这样又年轻又帅又有趣的 天才教授 哪个学生看来会不喜欢 你也喜欢 拜托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哪 你要去哪儿 我说要去吃饭吗 你这么喜欢上课 带你去补课课 补课 饭也不吃 突然让我看这些 到底是想干吗 刚才突然一下觉得 真记者应该开阔一下眼前 了解一下人类事件的普遍性 不然会误以为有些人和事 是独一无二的 哪里普遍了 看来是因为我夸了郁教授才